按理说李渊应该称帝取代隋朝 但李渊却出乎意料的 把杨广尊为了太上皇 立了隋阳帝的孙子为隋公帝 自己做了大成相 大臣们纷纷劝说李渊称帝 但李渊丝毫不理 难道是李渊没有当皇帝的野心吗 当然不是 此时隋阳帝还在江都好好的活着 各地农民起义不断 现在谁第一个称帝就会被围殴 此时隋军的地盘只剩下了洛阳 江都等几座宫场 隋阳帝怕江都不安全 准备迁都到长江南面的丹阳 于是他下令民众给他修建宫殿 这简直是不让百姓和了 连他的静委军都看不下去了 大夜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六五一八年 静委军推出与文化戒起义 傍晚的时候杀入宫中 杨广仓皇地改换服装 准备逃跑 结果被叛军抓住 杨广哭着说 我怎么也是一位天子 就让我留个全尸吧 说完 解下自己的金带 被将士们拥入内尸 勒死 隋阳帝死后 连个棺材都没有 萧皇后偷偷叫公民 拆了一张床 坐成棺材 暂时收敛杨广的尸体 休息传到长安 李渊一面痛哭流涕 哀痛隋阳帝之死 一面策划当皇帝 为了更加名正言顺 隋公帝多次当众善养 而大臣们纷纷苦求 但李渊就是不同意 隋公帝一共善养了三次 李渊才不情不愿地当皇帝 国号唐 晋元武德 顶都长安 视为唐高祖